另一位服務處理一名女子 心情低落哭訴 這個月到駕訓班學開車 竟然有教練生 弦竹手和言語性騷擾 就在六月初 女子到嘉義一間駕訓班 控訴第一天中年教練 操作方向盤石碰觸到她胸部 當下還以為可能是不小心 但第二天卻變本加厲 壓她的頭趴在腿上 女子當場嚇壞 第三天中年教練 開始講同事婚姻狀況 還說自己跟小20歲女學員交往 讓女子覺得很噁心想吐 直接去警局報案 指控嘉勳班教練肢體 和言語性騷擾 女子到警局報案時更是傻眼 控訴被員警帶到甄訓室 看到地上放置手銬和腳樓 又是開放式空間 問性騷擾案件遭到二度傷害 為什麼要去那個地方坐筆錄 我是受害者 我不是犯罪者 不能協同包案人至警察局 附幼隊完成報案程序 那如有造成包案人感受不佳 本所持續精進執行技巧 檢防坦承坐筆錄 沒有顧到報案者心情會加強 遠景內部訓練 實際來到被控訴的加訓班 業者不願回應 但婦人決定 告到底不會這樣就算了 最後關王書宏嘉義報導 當然喔